一百一十二學年度富邦人壽 UBA大專籃球聯賽 男子八強賽 世新大學對決國力體大 開賽前兩分鐘 兩隊的手感都不理想 沒有分數進帳 直到世新大學超級成功 主將成將雙快攻推進 白進兩分 也點燃世新的攻勢 黎盛興從三分線外殺到禁區 三步並做兩步 直接起飛雙手爆扣 世新開局掌握節奏 十三比十握由領先 來到第二節 國體的許廷威挺身而出 連續在中距離撕裂防線 幫助國體大掀起十九比十一的單節比分 兩節打完反倒是國體以二十九比二十四逆轉超前 一籃再戰 雙方的狀況逐漸加溫 不斷互換領先 世新學長簡賀宇 在第三節結束之前 命中漂亮的拉桿上籃 帶領世新再度反超 雙方敖戰到第四節 依然維持個位數分差 世新外籍聲西銳 埋伏在外線發炮 今天有十分貢獻 陳將雙也在底線命中跳投 全場繳出十六分 至於雙升連線的另外一名成員 張俊升則是有十四分的演出 世新拉出一波十三比四的高潮 一口氣奠定勝機 中場世新七十二比六十擊退國體 取得副賽開門紅 接著看到健行科大交手台藝大的比賽 一開賽 健行科大前鋒蔡成剛 就轟進一顆大號三分蛋 隊長劉承勳同樣在外線放煙火 健行首節內外兼修 場上五人都能有效把握空檔 包含蔡成剛 劉承勳 都至少投進兩擊外線 健行用一陣三分雨 以二十五比十四取得領先 來到第二節 健行繼續施加壓力 看到外籍生史密斯 甩開對手單臂爆扣 而且這是一次競算加閥 加上陳宇紹也搶在時間到點之前 在湖頂投進三分球 健行單節再轟出二十三比十八的攻勢 以四十八比三十二進入下半場 一籃過後依舊是健行科大 掌握局面 總計雙腔劉承勳 蔡成剛合力轟進四十分 以強大的火力壓制對手 中場健行以八十五比六十四輕取台翼 回來體育台綜合報導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延續關心富邦人壽UBA大專籃球聯賽 虎偉跟輔仁的比賽 虎偉的兩位外籍生 曹納森還有西圖 各自有雙十表現 中場最八十四比五十七大勝過關 這另外一場台師大跟正大的比賽 戰況也是一面倒 衛冕軍可以說是表現多點開花 當中外籍生波波卡表現最好 個人貢獻了十二分 外帶拔籃板也幫助球隊 以十九分的差距 續保不敗今生 富邦人壽UBA大專籃球聯賽 男子負債登場 首先關心政治大學 交手臺灣示範大學 作為男籃賽場的王者 雄英軍團從開局就是打殺四方 時間看到進區漢將波波卡 這一次搶到籃板之後 輕鬆敗進兩分 面對三人包夾也無所畏 拒轉身過任上籃得分 整套動作吸引流水 運用身材優勢在進區 全場比賽十二分八籃板 政治大學很快地建立起二十二比八 雙數的領先優勢 並且雄英軍團是一路佔得上風 除了剛剛提到的外籍生 本組球員表現也是各有千球 胡志凱同樣貫注十二分的火力支援 而剛結束亞洲杯資格賽征戰 政大主控尤矮哲則是小石身手 走出七分四籃板三主攻的表現 還有菜鳥新秀 林子浩 半野板等起兵 上場十六分鐘高速進場了十二分 四籃板以朝傑 政治大學多點開花 共有五個人得分上雙 一路碾壓直到最後 最八十五比六十四 請總贏球出下預賽開門紅的同時 更像那本賽期的十六連勝 繼續看到胡偉科大跟福人大學的比賽 作為本賽期的大黑馬 胡偉從開局就展現強烈的企圖心 首先在防守端加壓 讓福人大學千兩級得分都不超過十五分 攻擊端 外籍生存在感滿滿 馬克思妙川找到喬納森上籃得分 趕緊俐落 下一波進攻則是土羊連線 網軍勝進去的背後給球 創意十足 交給喬納森輕鬆 再下兩分 這場比賽喬納森個人有十五分 十三籃板的雙子數據 還外帶三火鍋 攻防兩端的精彩表現 胡偉取得四十三比二十三 整整二十分領先 並且福人大學手感繼續冷冰冰 尤其第三節單節還只有八分精湛 馬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只能看胡偉繼續與球 另外 無外籍生棲土也來秀一個無視進去防守般的雙手灌籃 直接海反全場 上比賽個人勾下全場最高的十七分 還外帶十三籃板也是打破打破 無偉威是雙數領先 直到最後最八二四比五十七大勝過關 手下隊史在UBA公開一級八強賽場的第一場勝利 軟體育台總部報導 政大雄英持續保持不敗精神 而主控尤愛哲也是很有心 昨天才在亞洲被徵戰結束之後回到臺灣 今天就繼續為政大出戰 好 尤愛哲很有心 但他們的總教練卻是不留情面 陳子薇認為尤愛哲需要多多的刺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聽總教練的解釋 富邦人受UBA大專籃球聯賽 男生組複賽八強正式開打 戰無不勝的政大也在當天的第一場比賽 順利擊敗台師 持續他們本學年度的無敵神話 其中剛從亞洲杯回來的尤愛哲 儘管二十六號晚間才抵達臺灣 但他隔天依舊披上雄英戰袍 上場二十一分鐘牛刀小事 掌握七分三助攻四籃板助隊奪勝 愛哲的部分其實就是跟他討論之後 我覺得他自己很有心 想要為學校去出賽 我覺得自己也是最後一年的UBA 我覺得也想要把這些比賽都 有機會都要想要打完這樣子 政大雄英持續無敵 本賽季瞄準締造四連霸王朝 也會是尤愛哲大學生涯裡面的 第四座UBA冠軍 然而作為目前這位未來國家隊 控球後衛的教練 陳子惟認為尤愛哲的生涯過於順利 也因此特別期待前陣子 他經過亞洲杯資格賽的提早試練後 能夠有所刺激 而男主角本人也坦言確實收穫兩多 像菲律賓我們雖然輸很多 但其實就那場球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我自己就比較明顯 就是對抗性的問題 所以就那一場就打得沒有到很好 這樣子 有這樣的碰撞的經驗 跟這樣的比賽的強度 我覺得對他來講 非常一個很棒的刺激 因為他的籃球路感覺上有點順 我覺得受一點刺激也還不錯 要就是提早有這樣的機會 能去代表國家打這種高強度的 而且大家其實他們基本上都是職業的球員 然後有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也是蠻珍貴的 所以可以讓我在大學 就可以提早先知道會有一些不足 或是知道會有一些困難 然後我覺得自己也可以在這邊 然後再去下功夫 然後再專研那個自己的技術這樣子 儘管早已是國內外職業球隊 垂涎的新生代控球 但有外者表示現階段就是把握擋下 也不因為球隊戰無不勝而感到壓力 期待大學的四年生涯 都能用UBA冠軍金杯閃耀點綴 YTU台采放報導 接下來關心港獨杯田徑錦標賽 國中男子三千公尺的賽事 來自中立國中的梁承凱 不只破了個人PB跟打破大會紀錄 不只是長跑好看 這次的杯賽包括跳遠 還有四成四百的接力賽 不管是公開組或者是國中組 都戰況相當激烈 直到最後一刻才分出勝負 馬上一起來關心 2024年港獨杯全國田徑錦標賽 先看到國中女三千公尺決賽 過去大會紀錄是十分鐘五十六秒八六 而今天這一戰雖然沒有選手 再將紀錄向上推高 但看到最後一圈 劉佑軒跟戴采傑兩人家族 馬力正面廁殺 一路全力衝刺到終點線 最終代表新北光榮國中的戴采傑 拿下11分6秒95的成績 以0.03秒的差距躲下冠軍 而在國中男三千公尺 計時決賽的部分 就比較沒這麼拉鋸了 身穿白黃背心 來自中立國中的梁承凱 在分組中一馬當先 最終以9分20秒26重現 從自己原先在屏東杯9分48秒25的成績 大躍進 更打破了大會原先的9分25秒紀錄 至於在國中女4成400接力項目中 儘管桃園國中 最後一棒終點前奮力加速 但羅東國中前段領先優勢依然夠大 成功保住本屆賽會第一名的殊榮 而在國中男4成400接力的部分 南榮國中和光榮國中 在最後一圈激烈互咬 兩邊各有領先 一直到從此後 來自基隆的南榮國中 才確定以3分29秒85 0.07秒的差距驚險奪冠 最後看到公開男子組跳遠決賽 代表苗栗願離高中的林嘉欣高速啟動 一跳就跳出了7米58的好成績 馬上成為今天跳遠榜上的領先者 就算隨後短跑出身 曾在全中運奪牌的吳佩佳 代表彰化師範大學出場奮力一跳 跳出7米09的好成績 也無法撼動林嘉欣保有的7米58 也讓林嘉欣成功奪下金牌殊榮 YT台綜合報導 跳完一直在旁邊等 以上就是